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先看一看美澳日飛四國7日 首次在南海海域舉行聯合軍演 外界原本以為可能會有大場面出現 但當四國合共六艘的軍艦亮相之後 專家說令人大跌眼鏡 內地軍事專家直言 對手還是那些對手 但中國海軍已經不是當年的海軍 美國海軍這次出動的是一艘新裔軍艦 貧海戰鬥艦 編號是LCS-26的莫比爾號 是2020年交付的2021年服役的新艦 美國海軍去年還在莫比爾號上 試驗了外置貨櫃式發射裝置 也就是說在艦尾飛行甲板上 直接佈置獨立的垂直發射單元 隨時可以拆除 但艦載直升機和無人機就不能用 目前驗證不算成功 但美國海軍對它能發射標準系列 以及是戰斧導彈很感興趣的 問題是貧海戰鬥艦已經被證明設計太超前 維護費用超高 後面的訂單還未見完 前面的服役不夠10年的早期型號 就已經開始退役 因此莫比爾號現在很活躍 但說不到哪一天就會列入退役名單中 日本出動的是經典的 川宇級鼠號 海上自衛隊 90年代裝備的這批通用驅逐艦 設計確實很不錯的 6,000噸排水量 配合完善的三層反潛體系 32單元垂直發射裝置 曾令中國海軍非常羨慕 只是放到現在已經過時了 而澳洲出動的是安澤級號 阿拉蒙家號 名氣就沒那麼大 一款3,000噸級的護衛艦 整體設計在90年代來說是中規中矩 但搭載的127毫米艦炮就有點過份 菲律賓海軍就不用提了 雖然出動三艘軍艦 但都在性能上已經過時 只能夠擦存在感而沒有實際意義 來臨的專家說 這樣看下去令人感慨好心 日本海上自衛隊早年 曾經也是亞洲驅護艦發展標竿 90年代引入美國技術 退出金剛、穿雨等一批先進驅逐艦 放在全球都可以算得上是有成色的 不過日本這幾年的發展 甚至是不及南韓海軍 最起碼南韓已經跟著中國的腳步 將850毫米口徑的垂直發射單元已經安裝了 而澳洲近年裝備總是依賴進口 就算是這次拿出來的 可說也不是一流的貨式 只屬二流貨式 就算是有頂尖的裝備 不過比起中國海軍特別是南部戰區海軍 都已經是明顯落伍 說得直白一些日本和澳洲對於美國技術的支援依賴太深 自己造血能力嚴重不足 以前美國裝備技術優勢大 日韓在美國技術轉移之下 自然也過得風生水起 如今美國造船工業衰退 面對中國海軍055大型驅逐艦的威懾 只能靠續建30年前的阿里巴克級頂住 日韓當然也風光不起來 這次四國軍演聲勢做得很大 陸上軍演預期有17000多人參加 空中對抗的還是以菲律賓FA50中隊為主 就是那支去年號稱在軍演中鎖定F-22A的隊伍 而美國就遠程調遣機隊做假想敵 總的來說 這次就是美軍花費很大的力氣 但盟友除了菲律賓相對較差 勉強都維持到場面 專家說這個情況很容易理解 因為南海已經不是20年前的南海 甚至不是10年前的狀態 解放軍南部戰區海軍不僅換了名字 是真的有一艘6萬噸級的航母 兩艘075和四艘055的軍艦虎視眈眈 還有一大堆實力強勁的052A驅逐艦和054A護衛艦 再加上島嶼建設和空軍駐兵種的支援 即使美國10萬噸級航母雙編隊 都不敢觸碰中國的底線 日韓就更加沒有這個膽識了 事實上不要看澳洲表面上說話說得很強硬 面對中國殲-16施放熱燃彈驅逐 P-8A偵察機 解放軍電晶船一跑到澳洲西部的近岸 甚至是極近距離偵察軍演 也沒有什麼脾氣發出來 也不見有什麼強勢反擊 可以說美日澳飛聯合這次的行動 是雷聲大雨點小 整個艦隊加起上來的作戰能力 甚至不如南部戰區海軍的一艘052DL大區 此前南海艦隊官方帳號就曾發表過一個MV的宣傳視頻 視頻中明確提到 大家都來了就一起上吧 從這一點來看 我看這次在南海的四國軍演本質上 其實是兩個國家真心參與 但其中一個國家力量就真的不夠看 而另一個國家就真的調不出什麼好的東西 俄烏衝突在東歐的平原上還在僵持著 以色列勉強從巴勒斯坦撤兵 而伊朗又鬧騰起來 加上也門、胡塞武裝力量打擊還在繼續著 偏偏一點時美國已經號令不到盟友 組織不起多國的護衛艦隊 自己的軍艦裝備和建造更可說是一筆的爛將 專家說原本氣勢洶洶的四國軍演 現在反而被人看清楚它是什麼的程式 接著看看解放軍的具體回應行動 南部戰區發言人田軍里以發表談話方式宣布 7日至8日南部戰區組織海空兵力 在南海海域開展戰機巡邏境界、海空聯合突擊、 艦艇編隊、戰備巡航等演奮活動 田軍里強調 戰區部隊持續加強練兵備戰 全時保持高度戒備、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 維護南海地區和平穩定 環球時報報導多位軍事專家都認為 南部戰區演奮活動明顯是針對美、澳、日、飛 四國聯演的直接回應 可以說針尖對麥芒用實際行動 展示一切繳局南海製造熱點的軍事活動 盡在掌握中 其中軍事專家張學峰說 解放軍出動的海空力量明顯實力更強 令任何在南海滋事挑釁的勢力不敢有非分之想 戰機巡邏、警戒、艦艇編隊巡航 表明解放軍密切跟蹤監視外軍艦機 防止外軍艦機借機打擦邊球 而海空聯合突擊就突出進行力量展示 本身是一種震懾 軍事專家張軍社就說 今次南部戰區進一步公佈了演奮的細節表明 解放軍對南海方向海空情況保持高度戒備 移密監控 對一切侵權挑釁行為 都可以作出有力回應 此前解放軍時刻都在練兵 不斷地提高對海上目標的聯合打擊能力 增強海上防禦作戰能力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海洋權益 接著看看 雪龍號極地考察船停靠在青島 雪龍號極地考察船停靠在山東青島 標誌著中國第40次南極考察圓滿結束 自然資源部和山東省政府 在青島奧凡基地碼頭舉行歡迎儀式 並舉辦為其3日開放日活動 而雪龍2號考察船已經在8號停靠在香港 正在舉行開放日活動 這次考察船首次由雪龍號、雪龍2號 和天衛輪三船保障實施 考察船去年11月1日從內地出發 歷時5個多月 在時間緊任務重、惡劣環境頻發的情況下 完成建設南極巡領站等各項的考察任務 最後看一看 全球首將無人駕駛載人航空器生產許可證頒法 民航中南局向總部位於廣州的 歷行公司頒發全球首將無人駕駛載人航空器生產許可證 表明歷行旗下的產品EH216S已經具備了量產資質 為下一步商業化營運提供重要保障 民航中南局說 接下來歷行要繼續做好證後管理建設 包括EH216S原有研發設計團隊做好持續安全改進工作 確保生產質量系統的建設和持續完善 以及售後價服務建設 歷行是一間城市空中交通科技企業 覆蓋空中交通、智慧城市管理和空中媒體等應用領域 EH216S最大的設計速度是每小時130公里 最大行程30公里、最大的行時是25分鐘 今年以來歷行總部所在的廣州開發區 批出了首批的10條高效物流低空航線 以及全市首條的城市醫療集團低空配送快線 加快規劃建設低空經濟產業圈 為低空經濟發展注入動力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佈的 六宇人金融Hi-T財經節目已經推出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看六宇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步訂閱石樓台 謝謝大家